宜蘭山區發布了大豪雨特報 清水地熱公園旁邊的溪水暴漲 傳出有遊客受困 現場有17輛車 40多個人 當時跑到對面的野溪溫泉去野營 但沒有注意到溪水暴漲 所以目前受困當中 有一輛車被衝走 目前僅僑在現場戒備當中 要等到溪水退去再做救援 水流湍急 滾滾泥流不斷翻騰 一輛紅色修旅車斜斜卡在西窗中 進退圍骨 畫面十分驚險 之前溪水暴漲中 麻煩請待在園區確保自身的安全 警銷人員拿出大聲攻廣播 要民眾留在原地 別慶舉妄動 市水高漲 大批車輛被困在對岸無法脫困 宜蘭大通鄉雨時不斷 甚至發布超大豪雨特報 24號卻有民眾到地熱公園旁的溪床露營 一早起來 才發現溪水暴漲 是7輛車 共43位民眾卡在岸邊進退不得 還有休旅車試圖通過 開到一半卻卡在西窗中間 情況相當危急 警銷趕到現場 幸好駕駛順利脫困 他們說他們OK 他們只要誰小一點再去 目前的食物怎麼都還夠 目前40多位民眾全都平安 因為現在溪水磅礡 冒險涉及救援反倒危險 警銷都在對岸待避警戒 對岸民眾也說他們不需要救援 等雨室減緩後 會自行越過西床離開 記者黎英生 吳一軒 依然參訪報導 高雄的朋友 早上有沒有無電可用呢 你有受到影響嗎 你住三民區嗎 歡迎在聊天室告訴我們 因為又停電了 這一回是台電的超高便電所發生停電 所以導致三民區像是石泉一路自由 一路同盟街等等 有1483戶受到了影響 當時是早上10點多 正是週末吃早餐的黃金時間 所以你看到了 早餐店基本上都暗暗的 即便客人很多 但是就沒店做生意 老闆好痛苦 那麼在超商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大家要來這邊買東西 也沒得使用 所以店家趕快怕冷氣不夠 用布拔蓋起來減少冷氣外溢 那有人要來超商領貨 但是不好意思 沒有電可以用 所以暫時也不行 所以白跑了一趟 大家都很生氣 怎麼又停電了 請問這一回又是什麼小動物造的禍呢 好 我們先來看到是在高雄 高雄在今天的凌晨發生了一起車禍 這是一名19歲的年輕人 當時開著百萬進口車 轉彎的時候太猛了 撞到了分隔島 結果把電箱直接給撞喷飛 還撥起到旁邊另外一輛的百萬名車 把人家的車門給撞凹了一個大洞 另外 在人舞則是有騎士酒駕被警方攔查 但這名罪騎士卻突然催油門往前爆衝 整輛機車180度大雷彩 路口監視器拍下一輛黑色轎車轉彎時 角度越來越偏 煞車不急 居然直接往路邊分隔島撞上去 撞擊力道非常大 電箱瞬間被撞飛 噴到慢車道 路邊停車格 一輛白色車輛當場被噴飛的電箱猛力一砸 車門大面積凹陷 造勢的黑色轎車 則是卡在分隔島上動彈不得 整個右車身扭曲 幾乎全毀 意外發生在高雄三多跟中華路口 25號凌晨4點多 19歲駕駛 開著百萬進口車 轉彎猛撞電箱 再撞電線桿又波及另外一輛進口車 車上三人沒有大礙 駕駛酒測值為零 但電箱被撞毀 路口四項燈號全部故障 遠景還得指揮交通 人物警方則是攔下這輛機車 機車轉彎沒打方向燈被遠景攔下 騎士假裝配合 下一秒卻突然催油門是想要躲酒測嗎 油門催下去機車衝向前 卻180度旋轉大雷殘 超級危險 酒測值0.34毫克 因為酒駕害怕被送法院 一時情急選擇逃跑 沒想到喝酒騎車上路怕被抓要上法院 竟然催油門想逃跑 卻180度摔個正着 實在得不偿失 記者金線中 吳世榮 神山山 高雄採訪報導 再來看這名富人也是蠻命大的 在新北市這名富人當時騎著機車 但是好像就是馬路是我家 我管你怎麼樣 我想怎麼騎就怎麼騎 他沒有注意到後方還有車 想左轉就左轉 就這樣 後方機車來不及了 稍微碰撞一下 這一碰 還好雙方都沒事 但是這名富人還沒學到教訓 繼續騎上車之後 很隨性的 想怎麼騎又怎麼騎 但這一回 執行的女騎士 碰到她蹦的一聲 兩個人都摔在地 影片曝光之後 網友說 這一名富人簡直就像是移動式神主派 同一富人騎乘機車 從新北泰山 明治路一段的路邊 往左一切 想直接轉彎 但下一秒 直進執行男騎士 煞車不及撞了上去 富人險些倒地 當下騎士嚇壞 起了大罵富人到底怎麼騎的 沒想到她卻扶正機車後 加速離開 但一左轉竟然 執行女騎士根本沒發現 富人從車前鑽出 發生碰撞後 富人慘衰 一旁女騎士想穩固車旋 但人重心不穩 連人帶車倒臥騎樓 離譜連撞車禍影片一出 網友直呼這種亂騎法 有夠恐怖 簡直移動式神主派 害一個不夠又加碼一個 也有人笑說富人這種僥倖 心態該來的終究會來 而同樣驚險車禍 也在新北淡水上演 目擊駕駛一站慘叫 直接前方貨車追撞轎車 沿路推撞轎車車身 整個旋轉90度 貨車駕駛 疑似沒保持安全距離釀貨 將前車撞到橫向拖行 索性受害家駛自行脫困 雙方沒有受傷 開車騎車還是得多留心 否則只會害人害急 記者張正銘 張貝茲 參訪的 再來看到喝醉酒了 知道自己在幹嘛嗎 這兩名男子在雲林斗六的柚子公園 一個人拿著安全帽 一個人拿著雨傘 結果就在這邊自由搏鬥起來 旁邊人看傻了 所以拿起相機 外送人員拍下了這一幕 網友看到之後 戲稱這叫做涼亭格鬥杯 那麼警方到現場之後 兩個人早就已經不見了 但最後還是找到人 就問他們了 你們兩個到底在幹嘛 兩個人解釋了 因為喝酒太多了 過程有一些誤會 所以才爆發這起肢體衝突 白衣男子手拿安全帽 氣沖沖沖向對方 頭紅上衣的男子 則是拿起雨傘 兩人開始互罵下一秒 白衣男拿安全帽狂毆 對方立刻拿雨傘回擊 糾纏在一塊 最後白衣男被壓倒在 涼亭椅子上 一旁民眾嚇壞 眼看桃紅衣男不停猛K 他趕緊把人拉開 沒想到最後白衣男衝出來 坐視毆打 桃紅衣男趕緊漏跑 看我摸一下 就說好 我先要打 硬要槍出的那個日公 我要打 大白天的 涼亭上演暴力事件 事發地點位於雲林 斗六柚子公園 24號下午4點多 兩名男子喝酒後 發聲口酒 各自拿雨傘安全帽互毆 全城被路過外送員陸下 還把畫面潑上網 戲稱是涼亭格鬥杯開戰 還有網友說 紅白大對決 柚子杯格鬥大賽嗎 警方獲報到場時 雙方已經鳥獸散 警方指出桃紅上衣男解釋 當天漢另一名朋友在打鬧 白衣男以為朋友被欺負 才會衝過來叫囂 卻演變為打架事件 雙方都沒提告 警方也依違反社違法送辦 記者陳廣睿 王百英 雲林次方報導 國慶日快到了 被封為是國定民俗 台灣第一鄉的西港湘科 今年總共是有三隊的舞鎮 加起來超過200位的成員 獲邀參加雙十國慶表演 原本的舞鎮都是各自表演 不會串陣 但為了這一次的國慶 獲勵聯合演出 慶酬會秘書長也特別到台南去訪市 200多名的成員大展身手 場面熱鬧非凡 好 同樣熱鬧非凡的 還有在中章頭三個 縣市交接的貓羅西畔 這邊像媲美台灣版的非洲草原 因為這邊有牛群渡河的畫面 吸引拍攝潮 再加上近期當地的芒花大爆發 成為現實現地版的網美景點 從高空看下方大批牛群 循著河邊緩緩往前移動 準備到對岸吃草 畫面令人讚嘆 上百頭牛隻 溫馴吃草 這裡是中章頭交界的貓羅西畔 不只能賞牛 還有浪漫的芒花 牛群在白色花海下漫步蜜食 吸引民眾前來觀賞 哇 太美了 會不會覺得很壯觀 很壯觀 買得起雞皮疙瘩 太興奮了 是第一次看到嗎 第一次看到 往路上一直潑 可是知道這個地方很久了 可是是第一次過來 這非常壯觀 遠從外地而來的攝影愛好者 一大早來卡位 尤其今年芒花大爆發 出現雪白景觀 在一陣風吹拂過後 如同陣陣白浪 是夕陽下逆光的芒花是最漂亮的 大概是三點半之後 你把那個鈕 那個路線擋住有沒有 那鈕都不敢走 就我們拍它的時候 不要去影響到它 難得季節限定的芒花美景 加上壯觀牛群 偶爾也有鳥類棲息 大家都想一睹 牛花鳥同框的珍貴畫面 記者 林世昕 王百英 SNG小組 彰化採訪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細菌 作用之後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那是最划算的 我來看 然後再問一下 是最划算的 你是最划算的 ี่才會有加 我可以說 可以說 那個 我可以說